说起父子关系 很多朋友最大的感慨就是 玩游戏的时候 父慈子孝 一写作业 鸡飞狗跳 这不吗 武汉八岁男孩跳跳 跟父亲之间 就因为写作业的问题 闹出了一出悲剧 一支铅笔 不慎插进了孩子的后脑伤 外面有一截 大概有十公分左右 但进去有多少 他自己也说不清 铅笔是直接在颈部斜插过来 但是没有出血 因为插得比较实 然后就赶紧收入院 从CT检查结果看 铅笔从锥动脉附近 几毫米插入后脑勺 但没有刺穿颅骨 如果出现丝毫偏差 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讲究后 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当医生在说后 询问病史的时候 孩子这才告诉医生 铅笔是如何插入后脑勺的 就是当天呢 爸爸妈妈扶到他写作业 他觉得写得蛮好 然后爸爸觉得他写得不好 反复地让他修改 他就不乐意 然后就不开心 爸爸也不高兴了 他手里边都拿了铅笔 在墨迹嘛 然后爸爸就伸手打他 他反应性的一挡 然后这个力度 一下就进去了 幸好伤情不重 医生抢救及时 否则爸爸妈妈 可能会留下终生的痛苦 对此医生提醒家长 教育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不要动手 我认为你想要不要动手 我认为你想要不要动手 就像这样子 他就能够了 不要动手 我认为你